早安气象时间 又是一个礼拜的新开始 今天其实天气还是蛮炎热的 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详细的天气状况 我们要来问苏睿 苏睿早安 苏睿早安 苏睿今天想从台风线来问你 因为蒲公英台风 昨天已经增强成为一个墙台了 未来对我们台湾的天气会有影响吗 没有错 其实它增强的速度还蛮快的 可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俄软币 还有1900多公里 所以对我们的天气并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个蒲公英台风 它从变成台风之后 增强的速度真的蛮快的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带大家来看到 颜色比较偏橘色 深橘色的地方 就是海洋热含量比较高 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当然也就为这个蒲公英台风 带来比较充足的养分 让它成长了 那么目前依照各国的路径来看 其实都还蛮一致的 认为它会先偏北 再往东北方 往日本的南方洋面来移动 所以预理我们台湾非常的遥远 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因此呢 今天的主要天气状况 还是以东北风 还有午后雷镇为主 那么要特别注意到 在迎风面 基隆 宜兰 花莲地区 今天不定时的 都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发生 另外在中午的时候呢 山区对流 就会慢慢发展起来 到了午后呢 除了山区之外 嘉义以南靠近山区的平地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未来依照天气形态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蒲公英离我们很远 不会有直接影响之外 但是呢 在北部东半部 恒川半岛地区 会有一些长浪发生 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呢 在风面的部分 还是在北边移动 暂时在这几天 不会压下来 所以就是说 没有明显的天气系统 影响我们 但是还是要注意到 在东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偶震雨之外 午后还是会有雷震雨 除此之外呢 西半部地区 依旧是一个高温 炎热的天气形态 所以我们再来看到 未来一周的温度呢 其实呢 在全台都有 32到34度的高温 中部南部地区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 不定时的短暂震雨发生 另外在马祖金门 从9月30号开始 可能会转为一个 有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 紫外线依旧是非常强 各地普遍都有过量等级 也就是说 如果您在太阳底下 曝晒超过20分钟 就有可能会晒伤 而体感温度呢 也都是在34到36度 依旧是非常的炎热 所以出门在外 还是要穿一个 比较透风的短袖出去 那么除此之外呢 空气品质部分呢 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呢 今天中南部地区 位于被封测 所以在中午前后 中部地区 有可能会亮出 对过敏族群 不利的橙色灯号 所以提醒大家 口罩一定要戴牢牢 一定要做好 这个空气品质 比较不好的 这个准备措施了 最后来看一下 今天各地的一个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 今天高温 可以来到30到33度 中部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南部地区 也是在32到34度 屏东地区 可能会受到 午后雷震雨影响 宜兰花莲地区 今天不定时的 都会有一些飘雨发生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马祖金门 澎湖地区 也是来到27到33度 是多云道青的好天气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更多的新闻重点 再交换个例如